万众期待的泰拳世界冠军之战 首先让我们欢迎蓝方 被称为绞肉链条的法国猛将 迪伦·萨尔瓦多 现在首先出场的是蓝方拳手 迪伦·萨尔瓦多 来自法国 年龄23岁 身高1.80 体重70公斤 迪伦是他最著名的一战 就是战胜了 在去年春雨节的擂台上 战胜了 细体赛 对 在14年的时候是战胜了 之前在中国打过80赛 拿到冠军的一伞 三刀一伞 他的技术类型比较快 对 刚才你讲两场比赛 都我解输了 所以开始的时候 我其实并没有特别看好他 但他其实每次都出乎意料的表现 对 他的技术数就是比较快接手 就是确实是那种欧系的打法 欧式的打法 对 节奏特别的快 对 所以这次蓝发来跟波球 用成太这种方式打 不好说 我觉得是不好说 分隔挺明显 看起来都是泰拳 但他们俩的分隔差别挺大的 对 因为毕竟波球 沉浸在自由国际和泰拳这里面 时间太久太久了 所以对敌人今天我觉得 这个怎么说呀 不到擂台上 他们俩个真正交手的那一刹 那真的是不好说 波球是弥漫天下 但是呢 这个敌人也令人深惠 对 即将带给各位的是 这个类台上最富戏剧性 也最令人期待 甚至超过比赛本身的一个场景 让我们共同来分享 满月邦拉战的音乐声中 泰拳王子波球出场的正正 欢迎泰拳王子波球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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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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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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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现在是我们 库仁杰2016年 70公斤的 第一条的泰拳的世界冠军赛 我们 尊重这种泰拳文化 包括各种文化 我们都要尊重 不管是在哪里打 所以我们要把泰拳的这种 本身自带的这种文化 要充分地展现出来 对 这本身也是一个文化融合的过程 对 所以现在这个仪式呢 就是一个泰拳的拜师舞的一个仪式 对 在泰国 每家拳馆跟每个流派 他们的拜师舞的形式都不一样 对 不一样 但是呢 都有这个形式 对 他们有的 有的拳馆的这种 拜师舞 包括他们的装饰 都是完全不一样 每家有每家自己的解释含义 其实全球的拳迷对于波球的拜师舞 也是他们所关注的重点之一 因为波球的拜师舞非常的有特点 到最后的时候 他会假装的在射弓箭 你看看这次是不是跟其他一样 应该是他们跟他之前的这种风格是一样的 拜师舞前面 现在我们看到波球嘴里边在念念有词 这是一个在类似于祈祷的一个过程吧 一式赶分墙 对 所以这也是泰拳吸引了这么多人 不只是泰国人 包括很多国家的选手 吸引他是因为他们把这种文化传承得比较完整 但是这个泰拳传到欧洲以后 把他的主要的这种技能传过去了 但是这个文化没有完全传过去 所以欧洲的很多泰拳手 他们并没有这种 没有拜师舞 对没有拜师舞 其实我们我跟泰国人也讨论过这个问题 泰国人就说是因为地域的问题 地域不同文化不同 对有的时候比如说他们有一个泰国的教练去到国外 但是他凭一己之理没有办法把这种文化深深的植入进去 对 这是文化的边界 对 那么他们欧洲很多把他当成了一场运动 对 对 所以他文化的感受会差异 波球在全球全迷的心中啊 这种他这个拜师舞确实是一个重点 很多人就是虽然他时间会有一些长 但是很多全迷更愿意去看 这个波球的拜师舞是在这个各个门牌 开始是相对较长一些 对 有一次有一个对手 但是时间也不太长都有点异点了 像有的时候像真的像欧美这些选手 他们打太拳贵的他们自己不做拜师舞的话 确实是有的时候在等的过程当中啊 心理上确实是有的时候觉得自己身体会慢慢冷下来 对 所以他们要自己在边上走动保持热度 对 因为他这个拜师舞其实也有点小的这个预热 对 你看 身体的拉伸呢 身体的 对 然后各个方面 然后包括他把仪式带进去 其实他每个动作里面都有跟他这项运动本身相关的动作 对 现在做的是在擂台的四面每面都要做一幅动作 这个动作有点类似于飞翔的动作 我觉得有时候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应该是通过我们的翻译 去详细了解一下他整套动作每个动作的含义 对 一定要拿笔记下来才行 对 我觉得他可能不一定每个一定能精确的翻译 对 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是不同不同地域的文化这种 有的是只能用当地的语言来表达 有的是只能用当地的语言来表达 好 现在应该就进入到全面最关注的一个最后的一组动作 观众朋友们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如果您是第一次看波球比赛的话 你可以仔细看一下 第一轮好像确实是有一点点不太烦了 他意思是说你差不多了吧 他给伴舞了 起到了伴舞的作用 我觉得很好看 迪洛也做了一个准备反击的动作 很有意思 好 现在要进入到应该是一个射箭动作的 我们看看迪洛啊 迪洛开始防备这个射箭动作了 非常有意思啊 你射箭我有盾 应该是用类似于气功的冲击波一样给打回去 又来了又来了 非常有意思 其实这个过程是双方心里的一个较量的过程啊 很有意思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波球应该还有第三次 第三次 好 第三次来了 这是 这个迪洛没有防备住 这是我一个是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第三次迪洛的意思就是前两次我都已经给你打回 第三次我就不现在看了 没什么问题 对 当然了迪洛肯定对这个 这个波球的这个办事物也很熟悉了 也有准备 对 否则没有准备的确实觉得比较差 确实是 因为那个 波球是要在四面都拜的 对 很多的这个办事物其实只做一组动作 对 但是他们也是一组动作 其实每个人风格都不一样 本场比赛 蓝方选手 被称为是王者的猎杀者 脚肉链条 来自法国 今天23岁的迪洛 法国这位猛将 拥有健壮的身材 凶猛的打法 曾经在昆仑军 意大利战中 让对手毫无办法的情况下 战胜了世界排名第一的习踢猜 公主 荣黄方选手 大名叮叮的太拳王子 八岁练拳 十三岁登上了这个擂台 二十岁 二十岁 这年间打遍世界几乎拿到了难以计数的冠军头衔 他是泰国文化的偶像和泰国格斗的象征 白脸王子不求 Kao Goku Superstar Koh Muay Thai 印第章来木天扎巴哲泰 Nak Muay Thai Hero Bakao Bacchanic 有请转到Sai Pat 来自美国的出名Sai Pat Tony Weiss And when the action begins over in charge Tony Weis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里是江苏卫视和坤壮传媒联合打造大型综合格斗节目 昆仑爵北京战的比赛现场 我是现场解说中松陈沛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昆仑爵亚伟 下面进行是昆仑爵七支攻击地的泰拳世界冠军赛 比赛马上开始 这场比赛是昆仑爵特赦的一条泰拳世界冠军金腰带 因为昆仑爵致力于把所有的规则 所有的这种流派的都在昆仑爵的内台上有所展现 所以我们就选了今天是泰拳王子波球 对阵来自法国的迪伦萨尔多 这是整个昆仑爵的比赛比较更富有层次 从自由波及到纯泰拳再到综合格斗 对全部都有 今天我们看纯泰拳比赛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规则跟自由波及和综合格斗都不太相同 它比自由波及的话会多了可以走的使用 走是泰拳里可能最凶悍的打法 大家可以看这个注意观察泰拳手的走法 但是它不能够使用摔法或者在地面上进行打击 跌倒了要爬起来 被击倒可能还要被数拔 好大家看这两边都是泰拳打法 但是波球是典型的古典的泰拳打法 这个迪伦肯定用的是欧式的泰拳打法 它速度会比泰拳要快一点 对它整个包括脚下的这种步伐的节奏都要快一些 而且现场我们是想着这种特有的泰拳的这种音乐 好 看拳很重 这边腿很重 我们看波球的这个身体状态 对 非常强壮 对 非常强壮 一个吸法 两个人互相用肘做了进攻 对 泰拳手的话 这个一贴身的时候 走和吸都是它最凶悍的武器 对 常常比一般的这个有距离的更加危险 对 前面哈亚就曾经在这个近距离的时候 用肘打破了这个波球的脑袋 对 在波球的头上留下了树道口子 所以呢 用纯泰拳打法的时候 他们贴近的时候 裁判不会马上把它分开 对 因为泰拳手的话 可以用吸和走在近距离攻击 对 他们有这种内围的技术 对 内围的技术 好 我们可能进入到 现在就是所谓的内围 双方在吸法 包括手上的变换一直在变 对 就是为了让自己能掌控更有力的位置 对 包括更容易发力 对 泰拳手的这个吸法实际上是分了 尊负多彩的 其实中国拳手掌握的 常常是有正面的吸法 对 比较常规 他们其实侧面各种 在各种状态下都可以发力 对 而且它体系的这种角度 对 如果是 如果是研究的比较深的 他们在泰国也分流快 比如说这个拳管 他们是主攻吸法 另外一个拳口主攻肘法 对 所以主攻吸法 他们的吸法钻的是非常的刁钻 非常刁钻 对 你看它在只要是内围 他们基本上会在一个合适的角度 合适的位置然后发力 对 对 他们就是总能找到那个空档 找到那个空档 并且它能发出力来 对 一边人的话很难这么近距离去发力 对 对 又是一吸 对 我觉得近距离博球在吸法上还很赞 有些似的 刚才迪伦好像是有一走 确实是明显打到了 我总感觉这种吸法 我总感觉这种吸法 迎击的这种吸法 很容易碰到对手的肘上 对 那它也是防守 对 走过防守是防守吸的一种方法 对 从第一军开始 双方就是把太强的各种技术都已经运用了 拳法 背法 吸法 手法 好 我看一下慢动作 这是明显拳法的快 对 真的可以 我们看这吸法 现在就在内部 冲着内部就去了 对 第一局这个 波球好像用了多次吸法 对 第一局双方确实是把太强的味道完全打出来了 但是紧跟着节奏肯定是要比传统泰拳舞 这个泰拳节奏肯定是要快的 对 第二局第三局肯定是要加快节奏的 第二局第三局肯定是要加快节奏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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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来进入第二局的比赛 快 好 比赛开始了 看看他们在计算的时候有什么变化 这种连续的动作也是很危险 这种连续的动作也是很危险 这他很重的腿法 互相来一个 蒂伦很有个性啊 对 很有个性 其实近些年波球很少运用他在成名的时候这种腿法了 技术相对更完整一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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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球的后腿吸法频频得手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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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确实是有的时候选手形成这种肌肉记忆以后 在训练的时候要是形成这种组合动作 对 还会连带出来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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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一走如果打到鼻梁的话 或者是打到下巴的话 或者是美股这个正面的位置 都有可能马上就会出现这种伤口 对 出现伤口 所以走是我觉得在整个泰拳里头 是最凶险的一种 对 非常的凶险 而且它又是两个人距离这么近的时候 这两个人确实是把泰拳的风味完全打出来了 今天拨球好像制定的进阵数好像是 吸法比较多 对 然后一走 这一走 这一种很成熟的 对 我们看到我们的场上 裁判Tony Wicks来自美国 他制裁了很多经典的比赛 像玫瑰瑟对卡克耀的比赛 所以他对他来制裁这场比赛也是比较合适 这个有点MMA的动作了 但是这个不是综合格斗 所以双方都会起来 对 第二局比赛结束 打得很精烈 而且很精彩 对 这个拨球会到非常强硬的对手 对 而且我们的观众是有眼误了 从我们的 昆仑爵的自由搏击规则那么快 节奏的这种中间不带停歇的 到现在这种拳腿肘膝全部上有这么充分的内围动作的这种比赛 对 大家全部都可以欣赏 看这个双方的对攻 啊对 一个震灯 敌伦的拳可以对攻 我球的拳砸的比较深呢 好 马上进入了第三局比赛 观众们如果仔细听的话 现场的音乐是随着他们的局数的变化 是节奏是越来越快 为什维的拳户 從此夕尖 钵球今天更多的运用了自己的右层的这种吸法 对 因为迪伦是返架 就是左手在后面 正好就是在面对波球的时候 腹部这个扑当会很大 对 特别近身的时候他也频繁使用这个吸法 对 看这个波球的腿多重啊 走法 现在这个迪伦不是特别好打 对 一个人他保持距离 这个他用这个波球会用腿法 很明显 他的腿更硬 对 一走砸过去没撒到 这个刚才那个嘴砸到 基本上他趴下了 然后这个反正走 这个横打中了 对 打中了 但是迪伦失忆 我没事你再来 对 而且近围的时候明显的这个 近围好像波球也有优势 对 我说这个吸法明显在那个优势 对 所以迪伦这个不好打现在 像这种的完全贴身的这种 没有空间的这种吸法 是裁判会马上会让他们分开的 是裁判会马上会让他们分开的 对 对 刚才波球这个动作用的很是后手接后膝 像波球这个层次 估计他已经把各种技法拆解到随行所义的程度 对 好 看双方的内围较量 因为在泰拳内围如果双手抄夜下的话 因为是如果是MMA的话就非常的好 好 双手抄到夜下 好 这个我看到了 这个很像这个中国的R踢脚 对 迪伦也很兴奋 想跑一段 对 而且该真的踢到了 对 好 比赛结束 对 稍微打得很好 对 我觉得波球打得似乎更出色的一些 对 波球确实是35岁这样的年龄 能把身体状态保持得这么好 包括竞技状态确实也不容易 你看波球的扫腿 教科书般的扫腿 第一轮的二踢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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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让我们有请我们的搏击宝贝 把库伦爵的第一条泰拳世界冠军金腰带 乘到我们的擂台上 波球是泰拳王子 但是实际上波球的成名是在T拳领域 在自由国际领域所以一条泰拳的世界冠军金腰带 才能够证明它的正统 证明它的威名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昆仑爵第一条泰拳世界冠军金腰� and now the golden belt qualified first world champion golden belt 有请我们的领域 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 拳领域大赛的创始人江华先生 红昆集团 一润投资集团董事长赵斌先生 还有新经济100人CEO李志刚先生 共同为泰拳王子波球 系上世界冠军的金腰带 全宴上常说全怕少壮 但是波球用自己的非凡记忆 与超人的经验证明了 全不一定怕少壮 今天迪伦他的对手 整整比他小了十岁 那我们要掌声再次送给我们的太拳王子 波球 波球 本尘美 这很多人 这个波及粉丝包括这个 夜内的朋友说 我这个昆仑队主持人在泰国要比中国有名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身边的太拳王子波球 香港去年宏馆的血战 当时波球的动脉被切开 全身洒满了鲜血 我的所有的服装上面都被他的鲜血所浸透 所以我当时即使在他的分数盼复的情况下 我在现场举起了波球的手 为什么 因为波球证明了 这个全台之上还有传奇的存在 波球 让波球出来 好 两次不能看你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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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大家 我们今天 我们在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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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跟买上纳和铺 大家好 中国的全民粉丝们 很感谢大家到现场支持我的比赛 这次比赛我做出了权力的准备 然后能得到这条精彩带我非常开心 非常感谢大家 请大家继续支持我 好的 我们最后还是 把最热的掌声送给波球 空落空 波球 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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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